大家好,我是来自甘姆的小哈片客 今天要来谈一个在游戏制作的时候 同学们常常跑来问我的问题 就是该怎么检测游戏物件之间的碰撞 不同类型的游戏,比如动作游戏,枪战游戏,格斗游戏 都各自有不同的碰撞检测方法 不过一般同学们最先能想到的方法 就是去检查一下游戏物件之间的Hitbox有没有重叠 Hitbox中文叫碰撞方块 是一个很常被用来检查碰撞的方法 这方法就是把每个物件都安上一个长方形的方块 检查碰撞时就用它们的Hitbox看看有没有重叠 检查Hitbox有没有重叠,花费的CPU很少 只要检查以下四种没有碰撞的情况 第一,我的左侧比它的右侧还右 第二,我的右侧比它的左侧还左 第三,我的底部在它头顶上面 第四,我的头顶在它的屁股下面 只要这四种情况其中一种成立 就代表两个方块没有碰在一起 否则就是有碰撞 Hitbox的检测最多用到四个if 所以非常的高效 如果游戏是像光阴战机一样的俯瞰视角 那方块不一定很合适 我们可以改用碰撞源来取代碰撞方块 检测的方式要改成计算两个物件中心点的距离 如果距离比它们两个碰撞源的半径加起来还小 就代表两个物体撞在一起了 到这边为止 都是游戏制作的新手最直觉能想到的检测方法 但我们试得想想下面这个情况 如果有一颗光弹飞过战场 我们现在要测试这颗光弹有没有砸中这位马尾娘 那我们可以把两个物体都安上一个Hitbox 然后慢动作看光弹朝着马尾娘飞去 结果在这个瞬间还没有碰到 而到了下一个瞬间的时候 光弹和马尾娘刚好错过了彼此 所以判定上两个物体从来没有相遇过 这样的bug给了发射光弹的玩家一个悲伤的回忆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今天数学的第一题 一条线和一个圆形 要怎么测试它们之间有没有碰撞 只要我们可以检测一条线和一个圆形之间的碰撞 那光弹撞马尾娘的问题就简单了 我们只要把光弹上一瞬间的位置 和目前的位置连成一条线 那用这条线去和马尾娘的碰撞圆 去检测有没有碰撞 就不会有错过的遗憾了 我们把这条线和这个圆放大一点 然后给这些点加上名字 方便等一下解释 假设线上的两端是A.21和B.64 马尾娘的G点是34 碰撞圆的半径R是2 要检测这条线和圆有没有碰撞 我们要先拉一条辅助线 A.G 其中AB和A.G之间的夹角叫θ 然后我们再从G点做一条垂直于AB的线 交点就命名为D 只要找到D点这个位置 就可以根据D点是不是在AB之间 以及D点到G点的距离 是不是小于碰撞圆的半径R 如果两条件都成立 就知道它们装在一起了 接下来在找D的位置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点基础的三角函数 确保大家等一下都不会掉队 看懂今天的教材 以后遇到2D几何的问题 心理就会比较有底啰 首先来讲一下向量 向量是一个有X和Y 和位置坐标很像的东西 但向量的XY表示的是方向和长度 没有包含位置的资料 比如这里的A到B的向量 就是用B去减A 6减2和4减1 也就是4 3 一条向量的长度可以用B式定理算出来 就是它的X平方加Y平方再开更好 所以AB的长度就是4的平方加3的平方再开更好 等于5 A到G的向量同样也可以用G减A算出来 3减2和4减1等于13 长度约等于3.16 第二个要了解的是向量的内积 英文叫DOT 内积有点像是向量的乘法 假设现在有两个向量A和B 分别是X1Y1和X2Y2 它们内积的计算方式是这样 两个X乘在一起和两个Y乘在一起 最后这两个乘积再相加就行了 我们现在知道了内积是怎么计算的 但内积到底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 内积其实就是将其中一个向量当作一条数线 然后把两个向量在这个数线上投影的数字 乘在一起的乘积 写成公式就是长成这样 A.B等于A的长度乘以B的长度 再乘以cosθ 但我们今天只需要了解内积的几何意义就可以了 这个公式可以先放一边 如果两个向量的夹角是锐角 那投影的刻度就都会是正的 内积的结果也就是正的 如果夹角是90度互相垂直的话 那其中一条向量会投影在0这个刻度 所以内积会是0 如果夹角大于90度 那投影就会一正一负 内积起来就会是负的 是不是有一种降维乘法的感觉啊 当然以上说的内积乘法和内积公式都是可以证明的 不过证明太花时间了 我们这边先跳过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影片说明找到相关的网页 回到我们的弹道和马尾娘 看一下弹道这条数线上的刻度 0是在A这一点 而B这一点的刻度是A到B的长度5 那我们根据内积的公式可以知道 AB.AG等于B的刻度乘上D的刻度 还没飞进马尾娘 如果D的刻度比0小 则表示光弹已经飞离马尾娘越飞越远了 接着又来看一下马尾娘离弹道够不够近 也就是GD的长度是不是小于碰撞圆的半径 GD的长度可以通过B式定理 由AG长度的平方减掉AD长度的平方 再开根号来取得 这边算出来是1.8 比碰撞圆的半径2还要小 所以最后检查的结果 砰!光弹击中了马尾娘 这边的GD长度 除了能用上述B式定理的方式求得之外 其实也能用内积的方法 去求AG在AB的垂直线上的投影刻度 这边就当成是作业 给同学们自己回家解解看了 给个小提示 和向量XY垂直的向量会等于-YX 好了 数学讲的够多了 我们来开个专案把这个方法写下来试试 首先登陆GAM雷台 开专案 选择从推荐的专案抠出新的 选Playground来抠出新的专案 输入一个没人用过的专案代码 专案建立完成后 打开APP.ts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我们先定义一下碰撞源和弹道那条线的资料 碰撞源Circle的圆形叫G 是一个Point 半径R定为60 然后弹道那条线叫Line 里面A点位于100 200 B点位于500 300 定义好了之后 我们改一下原本画源的程式 把圆形改00 半径用Circle.r 线条出系改3 然后用Circle.gr储存画好的圆 等一下我们会动态更新原先的位置到滑鼠上 接着再画弹道那条线 参数是A点的X A点的Y B点的X B点的Y 线条出系列改成3 我们要加一个持续更新画面的函式 函式名就叫update 然后用CG.addUpdateFunction把这个函式放进去 这样这个函式就会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就自动执行一次 那在update里面我们用G.getMousePosition去取得滑鼠的位置 然后把画好的Circle.gr的位置改到滑鼠那 Circle.gr.x等于mouse.x Circle.gr.y等于mouse.y Circle里的G点也要改成新的位置 我们等一下计算的时候会拿G点来用 先来试玩一下看看 可以看到圆和线都画上去了 而且滑鼠还可以控制我们的碰撞圆喔 接下来就要用前面讲的那堆数学来检查有没有碰撞了 但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写好一些等一下要用的工具函式 第一个是Vector.用来计算两个向量的内积 参数是A和B两个向量的Point 然后return内积 A.x乘B.x加A.y乘B.y 下一个是计算向量长度的VectorLength 参数是APoint 回传Math.sqrt 里面是A.x乘A.x加A.y乘A.y Math.sqrt会帮我们把里面的东西开平方 再来一个计算两个点之间向量的函式 CreateVector 参数是P1和P2两个点 要回传一个Point Point的X是P2.x-P1.x Y是P2.y-P1.y 好啦工具准备好了 让我们回到Update函式里面准备检测碰撞 首先设一个变数Hit等于False Hit是用来记录目前是否检测到了碰撞 一开始我们无罪推定 先预设没有碰到 然后我们用CreateVector去取AB的向量 还有AG的向量 另外虽然现在还用不到 但我们也先取一下BG的向量 接着我们要算一下AB和AG的向量内积 AB.AG等于Vector.ABAG 然后再算一下AB向量的长度 ABLength等于VectorLengthAB 有了这两个东西就可以用先前导触的公式 算出G在AB上的投影 D它在AB竖线上的刻度 DScale等于AB.AG除以ABLength 如果这个DScale比0大 而且比ABLength小 这样才算通过第一道检查的关卡 不然就表示没碰到 如果通过第一道检查 就要接着算GD的长度 GD的长度可以靠B4定理 由AD和AG的长度来计算 先算AG的长度 等于VectorLength 而ADLength其实就是DScale 有了这两个长度就可以算出GD长度 GDLength等于Mass.Sqrt AGLength的平方 -ADLength的平方 算完之后 检查GDLength 如果小于碰撞圆的半径circle.R 那表示G点离AB的距离够短 碰撞就发生了 我们要把Hit设定为True 现在跳到韩式的最后 如果我们最后发现Hit是True的话 也就是马尾娘的碰撞圆撞到了弹道 那我们拿出画源的物件Circle.GR 把它的Tint这个属性设为红色 用Tint可以动态改变画好的图的颜色 如果没撞到的话 则改回白色 这样试玩看看 移动滑鼠 让碰撞圆去撞弹道轨迹 碰撞圆就会变红色 嗯 检测的蛮好的 但是有个问题 碰撞圆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因为投影在弹道上的低点 不在AB的范围内 所以碰撞圆看起来应该要撞到 但是却没有变红 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再加一点程式码来修正 在前段检测完毕之后 如果发现Hit还是False的情况下 那要再追加检查弹道的两个端点 是不是在碰撞圆的范围内 如果端点在碰撞圆里面 那也要算是有碰撞 如果AG的长度小于碰撞圆的半径R 表示A在圆内 就让Hit等于True 或者说是BG的长度小于碰撞圆的半径R 也要让Hit等于True 这样再试看看 嗯 果然好多了吧 不管是哪种情况 检测的结果看起来都很合理 虽然现在已经很棒了 但有时我们不只想知道我们会碰撞 还会想要在碰撞的点上 加点爆炸特效或什么的 那我们可以算出D的位置来当做碰撞点 算D的位置很简单 只要把A点加上AD的向量 那就是D点了 而AD向量其实就是AB向量的缩小板 比例是AD长除以AB长 我们来写写看 首先用Guo来画一个小红点 HitHR 来显示碰撞点的位置 原型用00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像碰撞圆一样 直接动态调整位置 半径取4 颜色红色 出细取8 然后在发现有碰撞的这里 我们先算出AB向量要缩放的比例 Scale等于DScale除以ABLength 那HitHR的X就等于A点上的X 再加上AB向量的X乘上Scale HitGR的Y就等于A点的Y 加上AB向量的Y乘以Scale 另外在投影点D没有落在AB线段上的情况 如果端点A在碰撞圆里 HitHR就设为A点 如果端点B在碰撞圆里 HitHR就设为B点 最后在有碰撞的情况 把HitHR的Visible设为True 否则设为False把它藏起来 让试完看看 这样这个线与圆的碰撞检测功能 就差不多完整了 现在如果我们还要让子弹有体积 那弹道是不是就不该是一条细线 而应该是一条粗细会随着 子弹碰撞范围的半径 调整的胶囊形状的出现 我们回到最上面 把Line这个物件加上碰撞半径R等于30 然后我们在先前画线的下方再加一行 把涵盖碰撞范围的面积也画上去 初期是Line.R的两倍 α设了0.3让它有点透明 然后Cab要设为Round 这样绘图器会把我们在线的两端 画上半圆的风口 就像胶囊的形状一样 我们试完看看是长什么样 这样单道就有了体积 那碰撞检测要怎么改 才能侦测到单道的体积呢?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在判断G点离AB线段的距离那里 改成Circle.R加Line.R 还有下面判断G点离两个线段端点的地方 也都要变成Circle.R加Line.R 这样就行了 试完看看最后的成果吧 穿过线段再碰一下边缘看看是不是都有检测到 撞过来 撞过去 这碰撞检测太完美了呀 今天我们就暂且在这里打住 我先做个中场解说 一般两个移动缓慢的物体 使用两个碰撞方块或碰撞圆去检测就好了 但遇到一块一慢的物体 就像今天讲的光蛋和马尾娘 就需要用到今天讲的线与圆的碰撞来处理 但如果是两个移动很快的物体 要检测碰撞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就留在下一部影片再来解答吧